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一百天, 此时我和娘子军已经抵达广深省广城。 晚上十二点, 本来平静的天空再次出现一道巨大的裂缝, 随即吓起了丧尸雨。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了, 但是每次见到, 我都会生出一种无力的感觉。 这种事情, 如果真的是有幕后黑手的话, 那它的实力到底会恐怖到什么地步? 白哥, 此次丧尸雨的强度有点高啊。 是的, 丧尸的数量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一点, 质量也比我想象中的更强。 如果按照比例来, 一百只丧尸里面, 一阶有四十只, 二阶有三十只, 三阶有二十只, 四阶十只, 两阶五阶,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竟然还有六阶丧尸, 此时事情远超出了我的预计。 六阶丧尸的智力很高, 让人防不胜防, 当落地他就立刻躲了起来。 能进阶的食物好少啊, 还是上面那个食物比较好吃。 此时六阶丧尸的心声突然传入我的脑海, 看来他是想通过吃异变者来升级, 上面的那个食物指的肯定是我。 可恶啊, 不能再等了, 我现在必须要升级成六阶异变者才行。 月月, 我们现在有多少颗四阶变异精? 白哥, 我们现在有一千二百多颗四阶变异精, 还有四千多颗三阶变异精。 现在立刻把变异精都拿出来, 我们一起升级。 我拿着一千颗四阶变异精走进了房间, 然后一口气都吞了下去。 随后一股暖流从三田涌出, 我知道自己已经升级成功了, 系统提示我的两个异能都得到了升级。 瞬间移动, 以自身为中心, 方圆四百米范围内可瞬间到达, 无视障碍物, 可携带两人。 每天可以使用四次雷电支力攻击, 雷电属性对敌人造成巨额伤害和麻痹效果。 每天可以释放三次, 持续十分钟, 对丧尸效果翻倍。 晚上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了凌晨两点多钟, 但是六阶丧尸一直没有出手。 小白哥哥, 我感觉到了更恐怖的气息, 只是他没有出手。 妖姬作为一个刺客, 他对气息也更加敏感, 去找人打听一下其他区域的情况, 看看有没有六阶丧尸出手。 好的, 白哥, 我们今晚收获颇丰, 三阶变异金就收获了211颗, 四阶变异金收获了62颗, 一阶二阶的不计其数。 这个数字着实把我吓了一跳, 这暴率是被调整了吗? 还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, 暴率也会变得高起来, 大家都回去休息吧。 第二天一早, 妖姬赶了回来。 小白哥哥, 根据我的打探, 整个馆城昨天晚上没有出现任何一只六阶丧尸, 但是五阶丧尸出现的频率, 他们都说提高了很多。 我有一个大胆猜测, 这些六阶丧尸都不出手, 很有可能就是为了下一波的丧尸工程。 丧尸工程, 数量起码是丧尸雨的十倍, 以馆城现有的战斗力, 很难撑得过的。 丧尸雨结束后, 我们要马上离开馆城, 此时我再次听到了六阶丧尸的心声。 不可控因素难道指的就是我吗? 因为我重生了, 所以打乱了他们的计划, 看来我已经越来越接近末世的真相了。 丧尸工程其实是幌子,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, 那就是杀掉我。 也就是说, 很有可能今晚或者是明天早上, 就会有丧尸大军杀进来。 与此同时, 宇宙深处, 两个人类虚影凭空相对而坐, 一黑一白, 一老一少, 都挣扎了这么多年了, 有用吗? 迟早都要被我吃掉的。 有没有用谁知道呢? 但总不能让我束手就紧吧。 快了, 按照第九世界现在的进度, 估计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更快, 只要等到第九世界大成, 然后让我吞噬以后, 你就再也无法抵抗了。 白哥, 不好了, 六阶丧尸带着丧尸大军开始攻城了。